帮我解决需求 建南性侵国三女 新北市这名可怜的14岁国三流姓女学生 今年8月到同校张姓姐妹涛家中住宿 对方男友16岁侯姓少年 进房向女友求欢不成 竟对被害少女说 你是她好同学代替她帮我解决需求 接着硬将她拖到令监房内性侵得逞 月底姐妹涛汉男友约被害少女一起唱歌 期间小两口吵架 竟怒止被害人士小三 其他友人联手将被害少女拖进厕所通勾 又强压她到运动场拿桌椅砸她 最后还恶劣地脱光她衣物 强拍裸照 并在墙面写下死破女 去死啦等怒骂字眼 还威胁要公布裸照 事发后被害少女不敢告诉母亲 直到上月十号 她在街头淋雨 父亲行经发现 嘴吻后 事情才曝光 那个男生就对我们小孩子讲说 你是 你是某某人的 就是那个女 她同学的好朋友 好姐妹 是不是要帮 她的好朋友好姐妹 帮她解决 做那件事情就对了 少女父亲气得带她到医院验伤 院方也立即向警方通报性侵 被害少女就读的国中昨天表示 已通报教育局 校方也对被害人进行辅导 侯姓少年被捕后坦诚犯刑 依防害性自赌罪嫌被含送少年法庭 至于防害自由和伤害部分 将找到全部涉案人后再送办 动新闻 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